话说松花江不惨松花 牡丹江也不长牡丹 不过两条江在冬天的时候都产雪糕和冰棒 因为一年当中长达四个月以上的结冰期 把东北北部的大小河川都冻成了一根根的雪糕 一根根的冰棒 女人们在冰棒的缺口出洗衣上 天寒低冻之中透露着母性的温暖 在冬天的东北其实根本不需要巧 不过为了保险起见 大小车辆还是遵守交通规则为妙 尤其是在春冬之交 乱场江面的结果要是一个不小心 捋上了薄冰掉进了深渊 再捞上来之后 很可能连人带车都成了冰雕 在大陆版的中国地图上 黑龙江省像只天鹅 气息在东北最北边 在天鹅的肚子上是哈尔滨 在天鹅两片鹅掌之间 这是牡丹江市 这里原本是个人机酣治的边陲之地 西元1896年 沙皇俄国夺取了在中国修筑中东铁路的特权之后 1903年 顺着铁路在这儿建立了一个火车站 因为有牡丹江流过 因此得名而牡丹江市 帝国主义入侵中国带来罪恶 也带来建设 留下了一些痛苦的伤痕 也留下了一些美丽的城镇 对于中国人来说 有些美丽的事物只会勾起某些不美丽的回忆 但是一些美味的动物 倒是总能变成中国人美味的食物 所以不管是猪脚也罢 猪手也罢 还是爬鸡也好 是烧鸡也好 大江南北不一样的叫法 一样的吃法 不一样的字号 一样的偏好 有些动物永远以它温顺善良的性情 和令人垂涎的肌肤 服侍着文明人类最原始的欲望